那么现在小编手里的这款正在开机的就是360用户特供机 还有超级战舰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开机画面会有一点360的一个特效 那么它也是继AK47之后360的第二款用户特供机 OK大家可以看到它开机速度特别快 仅用了仅仅19秒的时间 为什么它的速度能这么快呢 因为它使用的是28纳米工艺高通的Colite构架S4CPU 然后在功耗控制与效率方面都要远远超出小米的一个A8构架的一个S3的一个芯片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通过试玩这款游戏来体会一下这个超级战战在娱乐方面的一个强劲的一个性能 好我们先打开的是一款三国制独装战 首先进入到的是一个情景模式的选择 OK那我选择了一个黄金起义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开始加载 加速的还是很快的 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出来的是一个蓝衣男夫 拿着一把方天画去跑起来了 那么围攻他呢一群是一群穿着黄色衣服的一群男性 男屌丝 在面对我们这个蓝衣男的一个强力的一个攻击下呢 他们疯疯倒地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浮雕画面呢特别真实 3D感也特别强烈 整体的展现还是非常流畅的 一个拖马出回旋 为什么他们这么脆弱呢 很多人说呢是因为他们是粗粮长大的 为了更好的展现的这个游戏的一个形式呢 我们稍微给视频做了一些剪辑 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在人数多的一个情况下呢 这个手机依然展示的特别柔畅特别完美 OK那么呢现在大家一秒变身高速算 然后呢我们现在试玩的这一款呢是极速13的一个极速飞车13的一个游戏 OK好点中了出来一个选车的一个画面 这里呢主要展示小编的英文好啊 给大家就是展示一下小编的英文水平啊 他说了啥呢反正也没看清楚 这个加载速度太快了啊 OK游戏呢这回正式开始了 那么高富帅驾驶的是什么车呢 哎呀看着有点像出租车没关系啊 我们照样跑得快 好那么小编呢就不再开玩笑了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啊 这款公认的比较大型的3D游戏呢 在超级战舰上其实表现的是很完美的 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跌道的一些细节 还有这个车身的一些细节 以及一些切换的一些感觉 都是非常流畅非常有立体感的 然后呢至于这个4.5寸的HD四网膜屏幕呢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效果 整个画面特别特别的细腻 让小编觉得真的有自己亲自在驾车的一个感觉 好然后呢接下来给大家想的这款呢 是极品飞车15的一个一个开机的一个游戏开完的一个画面 可以看到整个画面整个视频播放特别特别的清晰 让人身临其境 好 现在进行一个倒数的一个时间 3 2 1 那么呢现在游戏已经开始了 高富帅从城镇来到乡村 大家可以看到哈前面有一辆警车 那么因为呢这个乡村的道路呢特别颠簸 所以呢它这个游戏啊这个超级战舰啊 在小编手里就要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这种情况下呢它的画面依然非常艳丽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死角 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那个超级战舰啊用来是一个神视角的一个屏幕 所以呢不管怎么转动 基本上画面整个效果还是特别完美的 这也是小编为什么很喜欢这款守护的原因 小编手里呢还有一个一个一个评测的一个一个报告 那可以看到呢在3000元以下的手机中 哈尔超级战舰其实是跑的最快的一个手机 它能跑出将近7000多分的一个高程度 我擦送干了 哎 这要是正常的这个架角考试的话 这个小编这钱就是白叫了啊 那么其实呢再回到这个手机上 嗯超级战舰这款手机呢 其实过几天就要正式对外发售了 那么请大家呢也都及时关注那个3015同机的这个微博 啊会给大家提供那个稍后带来的信息 最后再说一句哈 真的开车不能这么开 还是要听警察叔叔的话 好谢谢大家的感感